除了这些以外呢 那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去看别人的大数据分析 他会分别的去算一些数值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讲一下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去算2016年的总销售额是多少 这个数值 2016年的总销售额 你看在这里面 订单日期有2016年 有2014年 有2014年 2013年 那我怎么样只把2016年的销售额加总起来 就是加总没有问题 可是呢 我只要算那个2016年的总销售额 所以我现在我想再多教你们一点韩式的应用 所以怎么算 首先在订单里面 请问我是不是我现在要计算 计算 我要完成这个计算的话 我变成我要使用一个很特殊的函数 来完成计算 它就是智慧函函数 智慧函数的英文叫做Calculate 你就打CA就好了 就计算 计算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运算式 运算式是不是就是 例如说加总 把什么加总起来 请问是不是销售额来做加总 这边是不是告诉我们运算式 后面是不是要放一个筛选条件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加总 加总应该会做 SUM 加总是加什么 销售额 销售额 右刮壶 因为SUM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左刮壶 所以相对的有一个右刮壶 接下来是不是按照它运算式做完 我是不是就要放一个逗号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逗号 所以点一下逗号 接下来呢 接下来放什么 筛选 请问一下 这个筛选是不是要设定一个条件 我是不是希望说 去找出来这个年是2016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用 year year 然后什么日期 什么日期是不是订单日期 所以你怎么样去放进去这个订单日期呢 请用一撇去呼叫资料表 一撇去呼叫订单 一撇去呼叫这个资料表 那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那个栏位名称 请用它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建议 最好是先呼叫订单里面的栏位名称 这样会比较好 就好像说你去写地址 你不管是谁 你都直接先写中华民国 然后台北市 什么区 信义区 什么几段几号 这样的话你的那个信件绝对永远都会收得到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如果说你就只写一个什么信义区 那或者是假设你只写一个北区 请问台南是不是有北区 台中有北区 听说好像基隆也有北区 那邮差到底要记哪一个北区 好 所以请各位我们在指定的时候 最好是用一撇来去呼叫资料表里面的栏位 一撇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我要找的是订单日期 订单里面的订单日期 Tab 键 又刮胡 等于什么 等于2016 又刮胡 会看会写这一段吗 这就是条件式 我是不是要计算2016年的总销售额 所以总销售额在这边 然后后面是不是有条件是 请问可不可以找11月 如果你要做11月的话 我是不是再继续写逗号 因为他这边可以设一个条件 两个条件 好 请问会不会写11月 孟子 对 对吧 然后一样订单日期 订单里面的订单日期 等于11 这不就是我就可以算出来 2016年的11月的总销售额是多少 可以吗 这就是他定义的智慧函数 简单吧 很简单 你真的会使用 因为我们在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做切片 例如说请问你 我想要比对这个活动期间 从活动开始日到活动结束日 这边的销售额到底是多少 对吧 是不是用Calculate这个函式就可以做到了 可以吗 好 先不谈到那么远了 反正我们先算2016年的总销售额 然后Enter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2016年总销售额 然后我们接下来用这个来去呈现 这个叫做数据卡 这个叫做数据卡 数据卡 然后直接勾选 是不是算出来2016年的总销售是5.5个百万 来看一下 看这个 看这边连续性分析 5.5个百万 Bingo 可以吗 没问题 不是 当然你可以再去筛选掉 反正那个筛选条件不是可以剩很多吗 可以吗 可是我想请你一定要区别一件很重要的事 请问这个数字真实有呈现 真实有被算出来吗 这个数值2016年5.5个百万 2015年4.2个百万 有真正的被计算出来吗 答案是没有 而我刚刚做的这件事 才真正的把2016年的总销售额算出来 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当你要取用资料的时候 你要分清楚 哪一个是真实存在 哪一个是不真实的存在 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数据 这些通通你都没有写函式产生出来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数字 所以不可以取用它 这只是视觉 视觉让我们方便看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真的有被我计算出来 可以了解 所以我才可以再继续取用它来做其他的计算 例如说我想要计算 我们会不会想要计算这两者之间的成长率 差异分析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把2015年 2015年的总销售额是不是也要算出来 然后我才可以真正的去算出来 它的一个成长率是多少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觉得算这件事这个韩式不难 可是就是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不对啊 这边就已经有数值了 我取用不出来 我就没办法抓到这个5.5个百万 可是现在我可以了 现在2016年这个数值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呈现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5.49个百万 我就可以抓出来了 可是我现在我抓不出来2015年的总销售额 因为我从来没有算过这个数值 我既然抓不出来 我就不能去算它的成长率 这样一定要听懂 这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不能说不对啊 刚刚在连续性资料的时候 这边不是都已经呈现了 这个只是方便我们去看到结果 但是这个数据我们不能使用 什么时候才可以使用 当我真正的去算出这个数据的时候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请学会Calculate计算2016年总销售额